台独要被重新定义 国台办妄图以两国论行骗必遭清算 蔡英文又该偷着乐啦 台湾近八成民众愿为台海冲突挺身而战 《现实报》说到就到 外资大举撤离台湾 台当局买入接盘苦撑局面 大家好 这里是每天台海三件事 每天三件事掌握台海新动向 第一件事我们来说 台湾陆委会的负责人邱台三 在3月23日对外宣称 台独的定义太模糊太抽象 并借此对大陆谈条件 说如果所谓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不是台独的话 未来两岸才能更好协商 最后台乌城大陆对台军事打压 外交胁迫来博取认可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 台湾陆委会负责人的此份言论 加带两国论私货 民进党当局推卸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责任 以及持续谋独挑衅的本性暴露无遗 追求台独起家的民进党 以两国论来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这完全是持心妄想 显然台湾友邦接二连三的声援 已经让民进党飘飘然不知所以然 同时也在一步步陷入深渊 必将遭到清算 第二件事我们来说 有关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的舆论 正在逐渐发酵 台湾制线基金会3月24日公布的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在有关倘若两岸开战 是否愿意挺身而战的问题上 74.1%的民众正面表示会 17.3%表示不会 相较于2021年8月份的民意调查 愿意挺身而战的民众增加了2.2个百分点 不得不说 岛内的最新民调有点出乎意料 但是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 民进党已追求台独起家 至今仍然固守台独分裂立场 在民进党到处碰刺制造谎言的掌控之下 台湾民众似乎已经看不到真实的大陆了 第三我们来说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国际资本正在加快脚步撤离台股 当前东罗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水平 有数据显示 在俄乌爆发冲突之后的三个星期之内 外资卖出的台湾股票总额大约是169亿美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2021年美国银行数据统计显示 全年外资卖出的台湾股票总额也才156亿美元左右 面对外资大举撤离的局面 台湾当局不得不淡化紧张局势 大力疏解外资担忧 从2月底至今台湾股市基本维持横盘 并未有出现恐慌性暴跌 有关经济学者分析认为 或许是有台湾当局背景的银行大局买入接盘 对市场起到了支撑作用 但投资人的信心已经遭到重挫 台湾市场不如往日 新台币贬值的局面必将出现